对于今天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的对台政策 我有以下几点感想 第一 习总书记首次提出尊重 关爱 造福台湾同胞 这六个字非常贴心 也正是台湾同胞所需要的 他们可以划成具体的内容 让台湾同胞感受到被尊重 关爱 造福 第二 习总书记再次提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而方法是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以我个人长期关注两岸关系 及早恢复两岸全方位交流 确实是当前促进两岸关系融合发展 以致和平统一的关键所在 第三 习总书记再次提出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这不仅说给台湾同胞听 也是说给全世界 特别是一些自以为可以干涉台湾问题的外部实力听的 第四 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但绝不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这项正宗的宣布 不仅展现了祖国对统一的坚定决心及信心 也对台独分裂分子及外部实力 做出事实的警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